最近贝克汉姆开始料自己的工作,他来到料中国的澳门来参加活动。 我们也都知道,像贝克汉姆这样的人,一年可能要去到很多的国家,足迹也会遍布各个大洲。 这也就是贝克汉姆从足球上传退役之后的主要工作之一。 当然这也说明现在的贝克汉姆即便不再是世界知名球星,但是吸引广告代言的能力同样很强大。 这点可不是所有球员能够做到的,哪怕是一些现役的球员他们的吸击能力,都不一定有贝克汉姆这样高。 贝克汉姆来到料澳门之后,和中国著名电影演员洛兰合影,谈到洛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。 但是要说到很多经典电影中,那和老婆婆的形象大家一般都会想起来,同时他也在很多电视剧中有过相当出台的表演。 贝克汉姆和今年已经77岁的洛兰合影的照片也是被曝光料,大家看到洛兰现在身体依然是很硬朗,而贝克汉姆也是抱住这个老艺术家,非常开心地进行合影。 这张照片中最出台的其实是贝克汉姆身后的那个女神,颜值也很高的这个女孩也是一直盯住贝克汉姆在看,恐怕想的是也希望和贝克汉姆进行合影。 要知道贝克汉姆年轻的时候外号是莫人妮,一般这样的外号都是在女性身上,而出现在贝克汉姆的身上足以想象得出当时有多少女孩的梦中情人,就是贝克汉姆。 同时中国大陆当时还有一首按上贝克汉姆的歌曲,被广为传唱。 需要说的是贝克汉姆这个人生活中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,没有任何的明星家子,同时谦虚的态度也是小贝贝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。 所以,这也就难怪有女生这样的目光看住贝克汉姆料。